马上了啊叔叔 当你久等了 好嘞 当你久等 你怎么戴口罩呢叔啊 要的 久等了叔 李万友67岁 书来是人事局退休 退休金4100元 李毅住房面积48平 这个是我侄子 你好你好 李树伟 这位机灵电台记者 特意让侄子开车去车站接红娘 又带着红娘去周铺喝粥 这一路上啊 李树真是尽显地主之一啊 咱说着闹着 就来到了李树的家 让我看看叔叔家 来呀 请 哎呀叔 可以啊 快借叔 叔叔你这多大瓶啊 48 啊48瓶 你看我喜欢养鱼 啊喜欢养鱼 我为啥养鱼 我为啥养鱼 我就感觉这个鱼 像我实在自己孤独感 对吗 对 活在东西 这都活的 这其实咋办 就是给锅里头啊 把调料做好了 把那个都调好水放里头 给它活的放下 嗯 我伯伯说直创 经常做呀说 但是我做一回 比如做二十个小多 吃几个东西 我告诉你冻上 文贵里现在是冻的 你看 你看 这两个我就冻在那里 你妈妈做手的 你看我喝这里有冻 这啥 这个是野生玫瑰花 对 这个泡水喝的 冻啥的 我冻化鱼 像女人 这都没冻 这家家都得了血酸 我哥就得血酸了 这还喝了三点 也不吃药 这都是啥 这个是婆婆丁盘 这都是野生菜 对 这个婆婆丁盘 泡水 就是说这个东西 能保健 野生的东西我几乎缺有 我养生的目的 应该是对我自己的目的 再有我也对我亲人 对我自己也不得是什么 我自己 你看我一个不得了 就有为不良嗜好 血酸之类的肯定找不着我 这样我身体好 我烧这个病 假如血酸了堵了 你说你自己躺在床上 你遭不遭睡 你说那个时候 你活的很有意思 就是现在身体一点牢就没有 对 我什么我学职也不高 我学大也不高 彭娘算是看出来了 这李淑虽然就自己一个人 但人家的日子呀 过的是绝对不含糊 人家吃的呀 也是绝对不对付 可李淑说了 别看现在这日子啊 过得这么讲究 离婚那时候过的呀 可都是苦日子呀